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建来担当郡城驾驶员的时候 似乎挡在中间妨碍着大家上车的 也就只剩下城中这上百个卡巴内了 我来开路跟上吧 无名满不在乎的说道 然后便一路急跑 奔向了满是卡巴内的街市 它的举动让包括长谱在内的所有人都感到诧异 漂亮的360度翻身落地 直接落在卡巴内包围圈的无名 慢悠悠的测量风向和状态 然后自言自语的定下来100秒的时间 就在卡巴内即将咬到他的时候 没有一丝多余的干净动作 一击便击杀了让普通武士都头疼的卡巴内 所有人都被他的动作惊呆了 就连周边的无数卡巴内 在无名的刺激下 都有慢腾腾的丧尸步开启了急跑 所有卡巴内都被无名所吸引 人们也开始疯狂地朝假铁城奔跑起来 无名带着所有卡巴内一路向前 这种一边奔跑一边除魔的方式 效率极了 但他轻轻松松干掉最后一次卡巴内后 发现击杀时间比自己设定的多出了10秒 这才显露出些许的失望 升居和成生提前一步来到假铁城 可如今升居这副身体 是无法通过检查的 正当升居打算杀几只卡巴内作为证明之时 前面的卡巴内被悠闲跑过来的无名砍掉了脑袋 这也是无名和升居的第三次见面 似乎两人的样子和之前都有很大的变化 无名的墙更让升居觉得佩服 不过经过一阵剧烈运动的无名 此时却面露困惑 似乎随时都能睡着 长浦和莱西也终于带着民众赶到了假铁城 莱西对升居从牢中逃走表示很疑惑 他怀疑升居已经变成了卡巴内 好在一连困意的无名出面 告诉对方升居并不是卡巴内 所有人终于登上假铁城 假铁城开动的钥匙也一直在仓铺手中保管 在一切准备得当之后 尤纳终于将假铁城缓缓地发动了 不过咱们的小无名似乎已经困到极点 随便找了个角落便蒙住头睡了起来 谁也没有看到他睡着之后 脸上和身上浮现出和卡巴内相同的痕迹 假铁城的开通也引起了城中所有卡巴内的注意 他们像疯狗一般疯狂地涌向了假铁城 虽然假铁城缓缓地开动了 但是由于无数卡巴内的撞击 车中老化的零件掉落 这种滚烫的铁棍 升居拿着居然没有半点感觉 这一幕也被他身后的乘生看到了 就在卡巴内即将入侵假铁城的时候 还是升居挺伤而出 击碎了对方的心脏半膜 然而如此大幅度的动作 却让他犹如卡巴内一般 带着半膜的心脏显露在所有人面前 为了保护假铁城上更多人的安全 莱姬只能做出目前最适合的举动 而升居就这样被他直接推下了假铁城 而这一次看到了拥有半膜心脏的升居 就连乘生都没有站出来 假铁城继续朝着前方开动 这时十多个卡巴内一起涌到了假铁城前方的铁轨上 而来到车顶观察情况的昌普和莱西 则亲眼看到那群卡巴内中某个熟悉的身影 没错 这个让两个人都惊讶和悲伤的卡巴内就是显经义的领主 同时也是昌普父亲的四方穿尖将 昌普悲从中来 然而却毫无办法 这个外表温柔的女孩子 则是内心极为坚强隐忍 可是此刻也不禁痛苦流涕 最终假铁城疾痴而过 曾经最亲的人烟消缘散 距离显经义的城门越来越近 可是路上如同潮水一般的卡巴内 还是紧紧跟随在假铁城之后 只有冲出城门 假铁城才算真正的安全 但不幸的是再次发生 护城河的吊桥由于故障 此时压根无法下落 而这家吊桥也是假铁城离开 显经义的唯一通道 无数的卡巴内已经蜂拥而至 他们爬满了整个假铁城 莱西决定献出自己这条生命 外出手动开启护城河吊桥 就在此时 所有人都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慢慢靠近 似的这个身影 就是那个打不死的小墙 生居 它的出现 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其中也包括乘生 让被抛弃的人救了 你们就一直承担着这段记忆而活下去吧 圣居带着这份信念 忍受着卡巴内撕咬的痛苦 艰难地走到手动开关边上 当开关启动之后 吊桥缓缓落下 城门终于打开 假铁城在圣居身边缓缓经过 却没有人想要搭救这个恩人 圣居这个汉子也不禁跪下 痛苦地啼哭着 毕竟他就要被所有人抛弃了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与此同时 一段绳索被扔到圣居身边 正是那个刚刚犹豫的声音 当他清醒过来之后 终于彻底明白了朋友的含义 可是如今的声鞠已经心念俱灰 他一动不动地跪在原地 任由假铁城距离自己越来越远 转机再一次出现了 吴明从假铁城跳到声鞠旁边 不管他的拒绝 直接将绳索挂在他的身上 声鞠终于上车了 莱西等巫师还是对这个少年不放心 就在声鞠即将被巫师们击毙的时候 吴明站了出来 他退去衣衫 露出了美背 同样是一个类似卡巴内 带有半膜耀眼的心脏 出现在所有人面前 吴明如是说 我们不是卡巴内 我们是卡巴内瑞 基于人类和卡巴内之间的存在 卡巴内瑞身上到底有何谜团 声鞠他们将会面临什么样的遭遇 各位小伙伴们 想知道后续剧情吗 就请大家继续关注吧 这里是小豆豆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